今天是10月20日,特拉斯不出意外地迅速辞职,成为英国第五任保守党辞职的首相,但是他的任期实在是出人意料的迷你,他的迷你财政政策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真正的变成了迷你首相。 像特拉斯这种政客,目前正在将欧洲引向二战之后最大的危机,而整个危机的根源事实上是外交问题, 是政治危机,也是政治化之后的站队问题,不是劳动者的问题,而是政客的问题。 不谈民生和经济只是好高骛远的谈地缘政治,导致了整个欧洲处于自杀的现状,自我切断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并视野要与中国的市场和商品脱钩。 能源匮乏就会导致欧洲的制造业大规模逃离,而如果再不买中国的商品,民生用品又将大幅度的涨价,也就会因此输入通胀。 欧洲的经济和生活水准必然从云端跌落地固。 特拉斯在任是45天,成为目前保守党在任最短的这个首相。 他上任之前,以坚决的姿态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并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完全跟随美国的欧洲政治方向。 拜登因此对特拉斯提出了表扬,和他类似的还有诸如德国、法国、捷克、西班牙等国。 为了坚持美国的政策导向,做美国的应生虫,这些欧洲政客真是害惨了自己国家的民众。 近来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通胀已经超过了10%,德国的通胀率也接近9%,屡屡创出历史新高。 高盛将英国的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从负的0.4%,下调至负的1%,全世界资本在联合绞杀英国。 可以说英国这次面临的是国家破产。 92年的时候,索罗斯做空英国获利可有10亿美元之多。 与此次相同,目前桥水基金也在做空欧洲。 宛如大象被宰割的现场,美国首相特拉斯的短命仕途也预示着英国和欧洲的空前危机。 欧洲危机的根源其实真的是匪夷所思的政治化能源与市场的问题。 现实是,如果欧洲抛弃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必然面临的是盟友毫不客气的好羊毛。 涨价4倍的液化天然气还不一定会按时的保证供应欧洲。 骤然面临能源涨价,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甚至电力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生活成本成倍数增加。 这才导致民众生活入不复出,因此引发各地的罢工和游行。 而罢工和游行本身又会令已经艰难的现状更加困难。 比如这样说吧,电邮厂大罢工就会导致汽油短缺,铁路的大罢工导致交通运输几乎瘫痪,教师大罢工又导致学生无法上课,核电站大罢工又导致电力供应紧张。 法国迄今为止已经上演过一波又一波的市里游行,人数达到几十万人,而且估计黄马甲也会再次游行。 可以说法国和欧洲多国一样已经出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状。 德国捷克,英国,西班牙等国与法国类似,因为生产企业举步维艰,使过去身处发达国家的民众,生活现状突然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其实现在的危机完全有解决的方式, 依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说法,只要欧洲国家愿意,天然气供应的阀门就可以打开,成千上万的民众可以立即脱离寒冷和苦难。 同时务实的意大利新政府,匈牙利政府以及土耳其政府,其实都像镜子一样,给欧洲的其他国家做了一个榜样。 如果愿意,廉价的能源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俄罗斯输送过来,对于俄罗斯的政策不同也就形成了欧洲国家之间出现生产与生活的巨大反差。 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欧洲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问题其实已经不太尖锐,几乎可以说,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比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靠近社会主义。 务实地对待自己的邻国,务实地促进经济发展,是过去欧洲政治领袖做出的决定。 但是自从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就摒弃了独立思考能力,跟随美国围剿制裁俄罗斯,杀敌800,自损1000。 如此愚蠢的决策,让仍然执迷不悟的欧洲政客,必然会面临被选民唾弃,不断被迫下台的这种局面。 美国这一波操作,其实效果是摧残了欧洲的能源供应,制造业以及金融市场。 欧洲制造业大举外迁,资本逃离。 美国将自己的马前卒牺牲得毫无顾忌,而且成功地从西方阵营吸收了大量资本以及高端的制造业。 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今天也以亿美元兑换150日元的贬值,创了1990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新低。 欧洲跟日本一样,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血液供给带头大哥美国。 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牺牲精神,美国正在用翻倍的液化天然气价格予以回报。 这种欧洲政客的迷之操作,也真的是值得数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了。 欧洲的政治危机已经来临了,特拉斯的短命仕途就是证明,各国不断的游行示威就是证明, 无数民众的饥寒交迫,与创纪录的通胀率就是证明。 令人感叹的是,什么时候政客们可以回归独立思考,为自己的民众着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点赞和关注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更多精彩的内容在等待着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